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红色的纸剪出不同的图案 然后把它装饰在家里好吗 所以现在就想请小朋友们准备剪刀 笔意 还有红色的纸 让我们一起开始剪纸吧 请小朋友拿出红色的纸 我们要把这个正方形的纸 变成 先变成长方形 边边对边边 角落对角落 折一下 然后我们再变成一个正方形 小的正方形 也是边边对边边 角落对角落 折好以后我们得到了一个小的正方形 再折一下 这次有点难度 我们用角和这个角对齐 小朋友也可以请爸爸妈妈帮忙哦 然后我们得到了一个三角形 对吗 现在请你们拿出笔 我们可以在三角形上画出一些线条 好 我们可以画一条纸线 剪下来会变成什么样呢 然后画一个 沿着边画出一个三角形 两个三角形 也可以增加难度 画出一个半圆 如果小朋友觉得剪半圆太难的话 也可以请爸爸妈妈帮忙哦 接下来拿出我们的剪刀 好 沿着这条线 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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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圆形可能稍微有点难 剪好了 小朋友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创作画线哦 好 接下来让我们打开看看效果吧 哇 一个漂亮的新年剪纸就完成了 请小朋友们尝试一下吧 好的 小朋友们 你们学会了吗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心想事成 好 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啦 拜拜